先從基本題開始 我們現在選幾個呢? 選三個人 那這三個人 其中一個人是當什麼? 班長 然後兩個人當什麼? 副班長 好 你幫我算一下 你覺得答案就多了 你會怎麼算? 出血喔 出血的速度慢一點 慢慢拉拉 五個人選三個人喔 一個人當班長 兩個人當副班長 你覺得你會怎麼算? 我來抽籤啦 好久沒有抽籤啦 問你一下 35號是誰? 35號是誰? 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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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你會怎麼做? 五個人選三個人 一個人當班長 一個人當副班長 對 你會怎麼做?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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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吐 吐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沒關係 我換一個 來 33號在哪裡? 劉子 劉小姐 欸 窮居房 窮居房 不要鬧了啦 窮居房 欸 十寧你會怎麼做? 因為我寫誰 不知道 好 再換一個 沒關係 剛開始 就是不要太快 8號在哪裡? 欸 哲哲 你會怎麼做? 五個人選三個啊 五個人選三個 一個要當班長 合理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先選誰? 先選班長 先選班長 所以怎麼樣要寫什麼? 就是 呃 先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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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人裡面先選一個出來當什麼?班長啊 那班長就選完了嘛 那接下來要選副班長囉 來哲哲我問你還剩幾個人? 四個 那我們副班長要幾個? 兩個 所以接下來是乘嘛 我們已經選完班長了 再來要選副班長了 完成一件事情分成兩個階段要用乘法原理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四個裡面要選幾個? 兩個 所以接下來就西四選多少? 二啊 那這樣不就結束了嗎? 西五取一就是五嘛 西四取二就是四乘三再除幾階? 二階 教學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所以方法有幾種? 三十種 對不對 你趕緊要不要到國小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國小就講一句話 來 第二個做法你知道有人會怎麼做啊? 有人的想法是這樣喔 有三個人要當幹部對不對 有人會怎麼考慮這個問題 他會先寫什麼? 西五取多道 三 欸? 同學你知道嗎? 他先把要當幹部的那三個人選出來 譬如說選出來的這三個人叫做誰? ABC 好那你知道接下來他要做什麼事情嗎? 這三個人裡面喔 注意喔 這三個人裡面有一個要當副班長 一個要當班長 兩個要當副班長 所以他就想說接下來一定是乘多黨 一定是乘以三 因為有可能是A當班長 RBC當副班長 或者是B當班長 AC副班長 或者是這兩個副班長 這個班長 情況是不是有三種? 再乘以三就好 所以答案一樣是幾種? 一樣是30種 對不對? 就是隨便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想法只要觀念正確就可以 很好 欸? 這樣可以理解喔 可以理解的話 來 那我需要你的課本喔 我現在要照著課本交 來 請把課本拿出來 欸不對 各位 我昨天還漏掉一個東西 呃 你現在還在筆記對不對 嗯 好 昨天我是不是有講到什麼 他的想法 然後講到他的計算對不對 來 還有一個東西 來 第三個 在做這個組合符號的計算的時候 還要注意一個情況 叫做 叫做對稱 來 這個請同學寫上去 我昨天這個還沒有講 因為你們後來就是要休息 要休息我就沒有要談到這個問題 來 講一下對稱喔 你知道這個對稱是什麼嗎 這個對稱喔 來 我個人也喜歡這樣講 留法術 來 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 來 取法術 這個 我簡單講 來 同學你靠這邊 哈囉 很簡單 同學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太直觀喔 比如說 C8局 同學 從八個人裡面選三個人當職日生 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是八階除以幾階 三階跟幾階 五階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八個人裡面選三個當職日生嘛 一號到八號 然後三個當職日生 所以有三個圈 還有五個差 排成一列 排到圈的就當職日生 方法術就是這麼多種 同學那你知道 八個人選三個人當職日生 我問你喔 同學C8局5 我問你喔 C8局5 其實它也是多少 它也是八階除以幾階 五階跟三階 同學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同學C8局3會等到多少 C8局5 這個能不能直觀去解釋它 可以喔 比如說八個同學 我要選三個當職日生 那就等於是我選五個人怎麼樣 不要當職日生嘛 我就選五個人放學回家 留下來的三個人就當職日生嘛 對不對 這個概念是非常簡單的 這個我們稱為組合符號的一個對稱的性質 C8局3就會等於C8局5 這個3跟5加起來會等到多少 會等於8喔 來你把它圈起來 這個3跟這個5加起來會等於8 這個叫對稱的性質 那這個性質有什麼好處呢 比如說有一天如果有人要你算這個東西 叫做C100局多少 局97 我問你喔 C100局97 真的有人會這樣寫嗎 什麼100往下寫 寫什麼97個 什麼100乘99乘頂頂頂點 然後再除以幾階 97階 會有人這樣寫嗎 不會 通常C100取97 就是C100取多少 就是C100取3 那C100取3 它就是100乘上多大 99再數多大 98再除幾階 3階 要這樣做才可以 你們有聽懂嗎 這個稱為所謂的對稱的一個概念 好 那如果有這個概念呢 我們來看一個常考的考題 來 先把席座拿出來 來 你先把席座拿出來 我講一個題目好 來 我需要你的席座 你席座把它翻到第20頁 對 席座20頁 來 先你放開你的席座 到第20頁的地方 我現在這樣教盡量很簡單 以前這個什麼取法術流法術 你想要寫這個 什麼CN取K 可以等於C N取什麼 N-K 然後很多東西都要證明 就是都要寫得很清楚 但是我現在的教學就是盡量直觀 讓你可以接受理解就可以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第20頁 那個20頁的組合的第一題 這個題目其實 因為我們學校來講 還蠻常考的 來 這個題目我們給他一個讚就可以 不過他蠻常考 他這個題目說什麼呢 他說C20取多少 取R加5 會等於C20取多少 3R-1 那請問正整數R的值是多少 誒 同學 R是正整數 你告訴我這一題你會怎麼做 誒 第一種做法 第一個是什麼 同學 這兩個要相等 代表這個R加5 一定要等到多少 3R-1 所以第一種情況就是R加5 要等於3倍的R-1 所以從這裡應該可以很快看出來 兩倍的R會等於多少 6 所以你的R會解出一個叫做誰 3 這樣可以嗎 你的R是不是算出3 誒 那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小學你覺得R等於3嗎 考試寫這個答案能不能得全部分數 答案是不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小學我問你嘛 C8取算是不是等於C8取 那這兩個C相等的話 除了下面這兩個直接相等有機會之外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小學這兩個加起來要等到多少 二次是二次對不對 這個3加5是不是等於8 所以另外一個你要從復古的角度去看 來第二種情況 來第二種情況是什麼 這個R加5 再加上這個是3R-1 要等到多少 20 好 所以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四倍的R會等到多少 會等於16 所以你把R寫出來等於多少 四 所以請注意喔 這一題答案有兩個 R等於3 或者R等於多少 四 這樣OK嗎 好齁 是不是可以 非常簡單 這一題蠻常考的 要注意一下 那現在我想席座 你可以找時間回去寫一寫 你先把課本拿出來 我要注意一下 我要注意一下課本的順序 我要注意一下課本的順序 先把課本拿出來 先把課本拿出來 我還是帶著順座 我現在不要偷懶 這個課本還是帶順座 大家好 來課本 請同學我們現在一起來算可以嗎 我現在帶順座 你翻到91頁 來你看到上面的題目 我們可以一起寫嗎 上面它第一題它寫什麼 稀時取次是多少 這個 算了 我帶你寫好了 我還想說叫同學上來寫 同學稀時取次就是10乘多少 9乘多少 8乘多少 7 要從此往下連寫四個數字相乘 然後再數幾階 4階 同學這個我可以算嗎 稀時取次 這個方法算得比較好 這個算出來多少 211 好 211 那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要算什麼 稀多少 稀時取次 3 那稀稀取3 當然 你也可以這樣寫嘛 稀稀取3 就是7階除以幾階 3階 4階 有些同學喜歡這樣寫 那這樣寫的話 其實來 特學你算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你們有算嗎 3 35 35 可以 來這個 要算一下這個組合的符號 第三個小題 這個題目在講什麼 這個題目說P多少 P12取5 然後除以C多少 C12取5 問你這個傢伙是誰是不是 對 那同學這題你會怎麼做 就寫了 你要把數字都寫出來 這個P12取5 它其實是 你應該知道P12取5 其實就是C12取5 再乘幾階 再乘5階 它是選了之後要排 對不對 所以下面是C12取5 那上下到C12取5 我們就怎麼樣 就化掉了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是5階 是多少 120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很簡單 這樣就結束了 對不對 這個題目就是個一次 好 OK 這邊很快 來喔 那我們繼續看 下面那個題目 來 不好意思喔 我們看下面那個題目 他下面那個題目說 從7個籃球隊員 注意喔 人都不一樣喔 從7個籃球隊員 從選5個上場比賽 共有多少種選法 同學那我問你 7個選5個 答案是C多少 C7取5 那C7取5 其實就是C7取多少 2 那C7取2 就是7乘多少 7乘6 再除幾接 2接 42除2 所以答案是幾種 21種 而且會嗎 選5個出來 就是選2個不要 對吧 這個叫互補 這個又稱為叫對稱 選5個出來 就是選2個不要 這個概念你應該很清楚 那接下來第二小題 他問什麼 第二小題他問一個事情 他說 其中這5個人 這7個人裡面 加1兩個人是主力陣將 一定都要上場 那有幾種選法 那很簡單 主力陣將一定要上場 那你先把主力陣將怎麼樣 選出來 就是C2取2 對不對 你先把這兩個主力陣將選出來 選出來之後 請問你還剩幾個人 還剩5個人 你還要再選幾個 還要再選兩個 不對 不是選兩個 他總共要選5個人 所以應該還要再選幾個 還要再選3個 抱歉請錯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主力陣將要選 然後再從剩下的5個人裡面 再選幾個 3個 這樣子就組成一個籃球 對嗎 好 所以我想 這個答案會變多少 C2取2是1 C5取3 就是C5選多少 2 所以答案是10 好 欸 可以接到嗎 可以 來 那接下來請同學分開課本92頁 來往後面看 來請翻到92 92頁這個題目 來這個題目 同學給他兩個贊 我跟你講 這個題目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我要講的是哪一題 例題3 這個例題3給他兩個贊 這個例題3 同學你看一下題目 他這個題目說男生有幾個人 男生有10個人 女生有5個人 要選出一個5人小組 那同學他解答已經寫了 我們直接看好不好 第一題他說 選3個男生 兩個女生的選法有多少種 同學那你看他的解答 選3個男生是不是710 比3 選兩個女生是不是75取2 所以把他乘起來 答案就1200種 是不是很簡單 對啊 這個我不用寫 來那個第二題 同學給他一個信號 同學注意喔 那個第二題他說 若規定男女生至少各有幾個人 兩個人 這句話畫起來 至少各有兩個人 則共有多少種選法 這個第二題我要講一下 他說男女生 各來至少幾個人 兩個人 好 那同學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作法 同學他怎麼做 他分類討論 我總共要選五個人 男女生至少各要有兩個人 所以他分成兩類 是哪兩類 三男二女跟兩男三女對不對 然後從這兩類分別去選 選完之後 再把這兩類怎樣 相加 分類討論 是不是最後要加起來 所以加起來是1650種 你已經問出老師 這有什麼好講的 就分類就好 來我跟你講 你旁邊找一個空法的位置 你知道我要寫什麼嗎 我要你寫一個錯字 有一些學生會這樣做 來你把這個錯字寫在旁邊 這個等一下我要問齁 你知道有學生會怎麼寫嗎 他會這樣寫 C10取2 然後C多少 C5取2 然後再來C多少 C1取1 好 這個教書教很久 我發現有些同學他做這個題目 他會這樣做 但是這是錯的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你知道這個C10取2什麼意思 他這個C10取2什麼意思 他先寫 因為他題目說 至少各要 男女生至少各兩人 所以他先選兩個男生出來 對不對 然後再從五個女生裡面再怎麼樣 再選兩個出來 這樣代表說 我至少在我面前至少有兩男兩女對不對 然後我再從剩下的11個人裡面 隨便再挑一個出來 這樣子組成的那個團隊對不對 那五個人至少男生女生都至少各兩人 他覺得非常合理喔 可是同學這樣做當然怎麼樣 這樣做是錯的 可不可以有同學很快的幫我解釋一下 這樣做到底是錯在哪裡 錯在哪裡 這個錯很明顯喔 錯在哪裡 沒有四個女生 在選B2 怎麼樣 怎樣 不知道怎麼講 不知道怎麼講 來 同學我問你喔 比如說十個男生選兩個出來 有沒有可能這邊選到B1跟B2 男生用B來表示好不好 那五個女生選兩個出來 我選到的是誰 G1跟誰 G2 這樣可以嗎 然後最後的這個C11取1 假設我們選到的是誰 假設選到的是B3這個男生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 可是你要仔細看喔 一開始這個C10取2 有沒有可能我在選這兩個男生的時候 我選到的是B1跟誰 B3喔 那這個C5取2 選這兩個女生的時候 一樣選到G1跟誰 G2 那最後C11取1 我又取到誰 又取到B2 B2 是不是要選到B2 那同學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這兩種情況 在這個做法裡面 其實是被分開計算 可是我如果從結果論來看的話 從結果來看 同學你告訴我 我們最後選到的都是誰 都是B1 B2 還有誰 B3 女生的話選到誰 G1跟誰 G2 我們最後選到的都是這五個人 不是嗎 所以這兩種情況是怎麼樣 是相同的嗎 它是不是重複了 同學你曉得我的意思嗎 這個題目不能這樣做喔 這樣做我會出狀況嗎 可以嗎 把它寫上去喔 知道我的意思喔 這題目不能這樣寫喔 你要用分類討論的方式 好那我想今天我們大概時間的關係先到這裡 謝謝同學